生活中很多人都喜欢自拍 小小的手机就可以把人物风景拍到高大上 在这些亮丽的照片背后 有哪些自拍小窍门呢 今天就来和大家分享手机自拍的五大技巧 光线 俗话说光赋予了摄影的生命力 掌握好光源的方向 注意好拍摄主体 拍摄位置与角度 光这三者的构成关系 就可以巧妙地用好光 让照片拍出来唯美动人 尽量选在阳光不刺眼的时候拍照 比如清晨和傍晚都比较适合用手机拍照 光线柔和色调温暖 最不建议的就是政务拍摄 这使得光线最容易将人物拍出阴阳脸 因此选择自拍的黄金时间 是一张照片走向成功的关键一步 角度 除了在拍照之前 把自己的整体形象装扮得美美的 还要在拍照的时候 特别留意拍摄角度 每个人都会找到专属自己的美的角度 但通常情况下 侧45度一点 把手机举过头顶 仰头拍 拍出来的照片会显得脸小 下巴尖 大眼水汪汪 另一种侧脸拍 将手机放到左边或者右边 则会突出脸部的轮廓 更显立体销售 总之找到适合自己的 彰显出大方得体的自信美 照片就是成功的 构图 对称 黄金分割点和对角线 是摄影中最常用的构图方式 对称构图给人平稳均衡的感觉 对称可以分为上下对称 左右对称 完全对称和轴对称等形式 利用好对称会让画面更具有感染力和戏剧性 例如平静的水面倒影 建筑透视等多用这种方法构图 拍摄出来的主体会更具古典 庄严 大气的气息 黄金分割点 这种构图有点类似于九宫格构图 有的手机在拍照时可以显示景字格 这是最容易掌握的黄金分割构图工具 这样的构图不仅简单 也让作品更具艺术性 对角线构图也是分常用 对角线会让画面更活跃 由于巨型的对角线长度最长 所以对角线构图给人延伸感 你可以遵循中规中矩的构图法 也可以破构图构建自己的独家创意 对焦 有时候我们会看到照片中的人物或者景观是模糊不清的 这就是在拍照的时候没有对准焦距 或者由于手抖造成的 其实手机的摄像头一般都可以实现自动对焦 如果该功能无法将焦距对准要拍摄的主体 那就只能通过手动点一下需要聚焦的位置了 此外 注意前景中景远景的景别运用 也是让作品看上去舒服的秘密武器 后期 目前不少手机自带注入滤镜美颜的功能 在拍照的一瞬间就能省去不少后期修片的时间 在拍照的时候选择不同色调主题的滤镜可以让照片呈现出迥然不同的风格及特色 营造出多元化的意境 而有些美化图片及美颜的手机应用程序 也可以提高照片的趣味品质及美感 手机虽小拍照挺好 希望你的每一张照片都人见人爱花见花开 也祝愿手机自拍可以让你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用镜头捕捉最动人的日常 喜欢我们的视频 欢迎订阅美丽中国中文电视 观众我们的微信号 魅力世界 或订阅YouTube频道 CharmingChina 收看更多精彩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